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呢 人到了米兰 那这次我飞到米兰来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的咖啡展 host Milano 这个展会呢 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咖啡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 意大利出名的有什么 pizza gelato cafe 对不对 这三种 这边这个展会 它都有 但是我作为一个咖啡室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玩玩咖啡机 那接下来我带大家去一下 米兰最大的咖啡展 host Milano 咖啡的场馆 Let's go 这就开了 这边有14馆 bar coffee machines vendering 整个展会的展商就这么大一张 它的一个功能性不是特别特别的强 因为太多了 但是可以拿一个留作纪念吧 来到场馆里边呢 我要先去找一下 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咖啡机品牌 是意大利利米尼的叫XLVI 我先去这个展台打个卡 XLVI 旁边是Lamazoco的展台 我先带大家参观一下XLVI了之后 等一下再去Lamazoco 这台机器叫Valent 这是一个三头的机器 带一个屏幕是可以触控的 这种操控感看起来很流畅 盘操作的按钮 后边你看它的这个背板 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机器呢是SGH9的 这个机器它在制作咖啡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边的转动 调节压力的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你看这边在萃取的时候 它这边会显示制作的一个压力 对吧 我往左转 你看压力它就变小了 往右转 压力就变大了 所以说这个机器呢 它是一台变压的机器 就是在萃取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边的转盘 来调萃取的压力 哇这个真的是很有趣 是不是 所以说它把这个变压的这个功能啊 就是做的这个冲肚头这个上面 我觉得真的哇 意大利人的脑洞真的还是蛮大的 哇它这个蒸汽厉害啊 那个手可以任意来调整角度 哇 意大利人拉花还是可以的 在拉花缸里边 你可以任意调整角度 去让它来打发 对不对 我就觉得 就是他们的这种设计真的是脑洞大开 它的这个奶炮的开关呢 就在这个蒸汽棒上 你 按一下 哎 它就开了 看见了没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在打奶炮的时候呢 哎呀 这有点花了 真的是就是你可以任意的调整角度 另外这个上边呢 这个上边呢 显示的是它奶泡的这个状况 这边有两个咖啡 有两个咖啡 刚到这边就要开始营业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功能 我们工作室里面 我们工作室里面 用的咖啡机就是这个型号 STH9 它这个有点像是草青草绿的感觉 对吧 另外的话呢 这台它就是有点粉色 哎 我发现这个这个粉色 跟我今天穿这个衣服 这个粉色还是有那边点小像呢 是吧 用着很舒服 很皮实 我们咖啡姐也会经常把这个机器带过去用 看一下他们Lamanzuco 有没有什么什么好玩的机器吧 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这个家用市场 因为他们商用市场 其实做的已经是很饱和了 这个micro比我想象中的要小的多 它这个感觉好小好小啊 蒸汽是防烫的蒸汽 然后这边它用的也是拨杆的 跟mini的拨杆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热水的按钮 热水按钮它也是转的 它不是暗的那种 这是它的另外的一个磨豆机的型号 现在你看很多磨豆机都长成这样的一个形状了 它就是为了方便 就是在接粉的时候呢 它是直接放进来 这样子来 它这手柄是可以拆卸下来来洗的 你看下边是塑料的 上边是不锈钢的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锁的标志 往这边是锁 往这边转应该就是可以打开了对吧 打开了之后它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无底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初衷其实是真的蛮好的 它做成塑料的可能就是因为如果要是做成不锈钢的呀 金属的它可能会特别特别烫 所以说它做成这种塑料的 这设计还是挺有意思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新吧 因为有很多喜欢玩咖啡的人呢 他在家里面做咖啡 他想要用无底的 但是呢 他必须要再单独买一个无底的手柄 就是你想玩无底的就把它拆下来 你不想玩无底的就可以直接再把它装上 也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比较讨巧的一个设计 但是实际我没有具体的去做测试 就是说如果要是装上了之后 它用久了之后会不会漏水呀 或者是它的密封性怎么样啊 这个因为我没有长期的用这台机器 所以也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值得给一个赞的 对不起 没问题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它整个商用的市场的设备了 Strada S 这台是Strada的S 新的Strada S 所以这是最新的设计吗 是的 它有自动的按钮 然后你还有Criassic Polta Filter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X全程式 然后你还有新的 这个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新的引号了 你看这个它如果要是拨到一半 它是一个清洗 这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叫Flush 然后这边是一个蒸汽的开关的波感 开到一半的时候 它是小的 我再往下 它会变大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电子开关 它是一个物理的开关 下边的这个分水网 它是往外突的 它突出来了这么厚 所以说它跟传统的那些 浅粉 或者是放粉量 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的 要不然的话 它突出来的这个 它会让粉 跟这个地方 直接就压在一起 所以说它这个设计的话 跟普通的冲煮头的设计 还是不太一样的 按一下 然后往下 拿出来了之后 在冲煮头上面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意思的 吃点东西我们继续挂 这个展会的人流量是不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门票非常贵 它的门票每天是65欧元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门票的价格了 我买的是两天的门票85欧 如果要是它不是在这个行业里边从业的人员 他才不会来这个展会里边逛的 这个展会基本上来的都是一些欧洲 美洲 亚洲 咖啡行业的同业者 来这边有的谈合作 我去这个太重了吧 C60 我觉得像这个大小以及重量还是很合适的 就是很轻便 你看它下面是一个圆的 而且还有它上面这个真的特别特别重 我觉得它整个上面的这个重量 都已经比整个C40要重于多了 你看这个刀盘的大小 这个磨豆机我还是第一次见 叫做Pietro Granger 你看它也是一个手摇的磨豆机 这样打开的吧 它还有不同的颜色 你看这边还有这个浅色系的 WMF的全自动咖啡机 就有很多酒店在用 有一些便利店也在用Rocket火箭 这边这边 这边这是一个全自动咖啡机 这是做一个美食 这边可以选择咖啡豆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牛奶罐子 应该是 这边也是全自动的咖啡机 这边这个机器看起来是蛮特别的 有点像是胶囊机的感觉吗 开关的拨感一样 这是一个蒸汽 这是你抬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里边就可以放这个咖啡包了 对这边是蒸汽的开关 这种的咖啡包在这个里边了 这边这个是热水 一个是蒸汽 一个是热水 它比较适合餐厅里边 这边这个机器看起来还是 是蛮有特点的对吧 是这种小的家用的机器 很简单的一个蒸汽 一个萃取 后边是一个水箱 它的侧板其实看起来很好看 你看拼图式的这种感觉 它是有不同的颜色的 这是一个有点像是木制的 这边是木头 这个好像不是木头 这个好像是金属的 这个是不锈钢的 这个是Compact的小的家用的机器 哦 它这个上面是可以打开的 它然后这边可以直接把残粉压出来 这个设计挺好的 而且这个好好看啊 这个叫Fino 这是一个法压糊 这是一个Camex 这边是抹Espresso的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土耳其的粗细了 搬这个指针来调粗细 这边还有放这个豆子 可以试一试 这是它的一个接粉罐 它的浓缩上面写的是30到60 我先调到30看一下效果 磨一点试试看了 哦 它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电子剩 我只是很疯狂的这边 哦 这边是这个锅 这边是锅 哦 你放一盒在这里 你剩下 你剩下 你剩下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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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剩下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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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注意到是外边一圈 然后里边一圈 这样它再卡在一起 通过到这里边了之后 再研磨成咖啡粉 你剩下的汤 yeah 它这个竟然是可以拆下来清洁的 我现在调到的30 30的这个研磨度 我感觉做espresso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用的compact 是那边的这个大的嘛 这个pk100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我既磨液式又磨手充 我基本上磨手充的话 我会把它用在大概500到550之间 磨液式的话 我会把它调到大概150到200之间 基本上找到了本次展会中 我自己最心仪的一台磨度机 研磨的功能 再加上操控的功能 做的都非常非常好 外观也很漂亮 La Gimbali的展台 那边还有FEMA 这边还有一个是Slayer 他们整个都是La Gimbali Group的 他们是一个集团 Gimbali收购了FEMA 以及收购了这个Slayer 现在Slayer也是属于金玛里集团的 所以说呢 他们整个展台都是在一起 你看这是它Slayer的内部的构造 你看像这个不锈钢的看起来就很炫酷 对不对 这边是Mazda的磨豆机的展台 这个型号看起来还蛮特别的 对吧 还蛮好看的说实话 它叫Philos 64毫米的刀盘 应该就是一个平刀的刀盘了 然后它的研磨是在后边 就是转后边这个地方 它的最小的数字是0 最大的数字是145 我先用30来试试看 磨出来的颗粒的效果 这是一个这个接粉罐 磁铁的 吸的好紧啊 感觉 它磁铁应该是在这个部位 吸的特别紧 开关在哪里啊 在右边 试一下 那我在想 它这个应该是没有那种弹簧片 谈那种 这边的残余的粉的 这个30我估计就可以磨易式了 如果要是磨手冲的话 我估计要到80 我再试一下80的 这个80就差不多 就是手冲的研磨的粗细 挺粗的 我现在逛展 对这种商用的大的 没那么有感觉了 反倒看到那种小小的 家用的这种机器设备 我会特别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就从这个生产刀盘的这个展台 你就能感觉出来 他们欧洲的这边的产业链 确实是很成熟 一个做刀盘呢 它的展台做的都这么大 这么漂亮 可想而知 对不对 然后这个黄色的这个刀盘 你看它就是镀钛的 这种的呢 它就是不锈钢的刀盘 拉圣马可的机器 就是我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过来的 你看里边这么大的锅炉 看得清清楚楚的 对吧 它这个玻璃是很厚实的那种玻璃 然后这边你看是拉杆 直接可以拉下来 拉杆里边的那个弹簧看到了吧 拉到最紧的时候 往回弹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再松开 这就是拉杆机的原理嘛 它就是物理的这种 这边它正在做讲解 你看它回弹会很慢 你看这台机器它的蒸汽呢 它套了一整个黑色的皮套 就是为了防烫 看一下 这边是压力 然后它这个萃取会自动停止 这个机器你看它是四个小锅炉 四个小锅炉我估计有可能是 有两个是蒸汽锅炉 另外两个是萃取的锅炉 两边的有可能是蒸汽的 中间这两个有可能是萃取的 我去 这台机器大家能看出来是几头的吗 你看一二三三头对吧 它可不是三头 它是两边都有 这边还有三头 所以说这个机器它是一个六头的机器 它真的是脑洞大开啊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放在这个吧台上面的话 那边可以有两个咖啡池操作 这边也可以有两个咖啡池操作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可以两边同时操作的 我在这个展台我看到它用了一个手机 还有一个大屏幕 我脑洞大 faj观 这里就是浊汽的 干净的是浊汽的 浊汽的液 bunlar 它是浊汽的 浊汽的浊汽呢 我认识的是浊汽的 浊汽的浊汽 液的 роз复的 這裡可以追蹤關注的關鍵 時間、重量、容量、溫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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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明白 很多資料都顯示在這個螢幕 如果我開啟了, 通常會停止了 我們可以保留它 喝一个他们这边的咖啡 然后这个小姐姐她在做咖啡的时候 她把粉煎好了之后 连压都没压的就开脆了的这种 她这个是我看着她做的 就是真的是没压粉做出来的这种 哇坚果然后带一点酸汁 我在意大利喝到的咖啡的整体的感觉都是这种感觉 很舒服 坐这歇一下了 她粉真的是没有压 直接就扣在咖啡机上边去脆咖啡了 我当时我心想 哇这个小姐姐做咖啡这么粗暴简单的 结果拿到这个咖啡了之后 竟然能够让你觉得很不错 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点 知道吧 就是在意大利你喝到的这个咖啡 它就好像是把这杯咖啡里边加了魔法一样 哎呀搞不懂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我回去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 你看像这种呢 它也是大型的自动包装机 都是一些大的工厂 比较自动化的工厂才用得上的这种机器 这个就是自动包装咖啡豆的这个机器 在这边逛到这些大型的自动包装咖啡豆的这种机器和产现的时候 我自己就不由的会心想一下 啊我们木妈猫咖啡 总有一天也会用得上这种大型的自动包装机的 要有点信心嘛对不对 真的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这种目标计划和判想的 争取有一天把木妈猫咖啡也展示到意大利的咖啡展上 对不对 和大家一起加油 对不对 对不对